今年是黄晓明出道的第十一年 与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第十一周年正好契合 凭借《肇事故儿》中将军韩爵的出色远出 黄晓明夺得观众票选最受瞩目男演员奖 在接受南都专访时 让我们来听一下 他站在自己演艺生涯新十年的起点上 会有什么感触呢 我是看到很多人 包括汤伟 我和葛优 略成功的人运清虚 我是觉得因为他们都有过很多的生活经历 所以今天汤伟最后说的那个说 看开一点不在乎一点 我觉得说他特别爱好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的 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所以你只需要自己努力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绝对不会去做到最好 因为最好你是在跟别人比 我只要求我自己跟自己比 那看到葛优老师 就会很想问就是说当时赵氏估尔上映之后 然后有可能观众看了你和葛优老师的戏 其实有笑场 而且还有一点 有可能说很多就比如佛啊这些 你有听到这些讯息吗 有 然后我亲自隐身到天使院里边 偷偷地去看了那个赵氏估尔 对然后也看了观众的反应 确实观众在一些该笑的地方都笑了 然后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其实我们拍那场戏的时候就觉得他蛮好笑的 因为导演当时就说 说你们俩的感觉其实就有点像夫妻吵架 这么多年了十几年了 只有你们俩互相对对对交流 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向其他人俗说 对你们之间必然会有争执 不和谐同意 所以没什么 我觉得很好笑 我自己都笑了 我在电影院里边我自己都觉得 嗯 你们挺好笑的 不错了 一个照片 李爱在那说 那天我没想到你之前那个广告 嗯 你有自己想到过的时候会有那么火吗 就出来之后 没有 其实在他们在找我做这个广告的时候 他们给我这个创意 以为我会不接受 嗯 没想到 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 其实一直以来可能是 外界不是很了解我 嗯 所以大家会以为是怎么样怎么样子 我就告诉大家 你们的以为是错误的 其实我就是这样子 嗯 但是我不是一起拍这句话 嗯 也是我自己说的 还蛮难 讲出口了 容易 很容易 一点都不挣扎吗 不挣扎 所以他们下了一条 因为我根本就没 想都没想 我说好 非常好 前几天有个很猛烈的传闻 是你见了电视剧岳飞 现在我想当年你问一下 在这什么讲的 其实岳飞这个角色来说 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太有吸引力了 嗯 因为 他是 我从小到大都非常 崇敬的 大英雄 嗯 如果能有机会演 岳飞这个人物的话 嗯 对于我来说 是我一辈子的 骄傲 所以 不管怎么样 如果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去演他 嗯 你心中是有种 英雄情节吗 有 我都说了吗 我说我一直都很想 梦想着拯救世界 对 奥土曼 生活中 机会不大了 但是电影里边 总是还有机会的 嗯 我想演一些 比较靠近我自己的这种 现实生活中的英雄 对 嗯 但他不一定是真的就是 怎么厉害 怎么酷 怎么帅 嗯 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做了一些 很让人感动的事情 嗯 快点 现在特别的平静 你是个普通人吗 你不是 现在凡事都朝好的方向看才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依然还是很美好的 那再美好的生活 你看你接下来 还有能讲话 嗯 你自己做老板了吗 其实我还真的挺奥特曼的 我已经 离开这个 社会 城市生活很久了 嗯 一直在很偏远的地方 在拍戏 然后 嗯 我觉得我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视野吧 嗯 嗯 就是把我的 作品 正好 因为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作品才是用道理 对 说什么都是白说 拍出点好的作品来 是吧 是的 那除了拍呢 就之前你说 做自己的工作室啊 有有有 做自己工作室是一定的 对 我相信将来 大家都会这样子去做 因为可以给自己一些 比较自留自主的机会 嗯 那我也同时希望可以 通过这个工作室 帮助很多人 嗯 实现他的梦想 嗯 对 开始了吗 这个 开始了 有什么 参与的项目了吗 很多项目在挑 对 因为现在我觉得 可能是定了没有好时候 所以挺多项目在挑 有没有定了的 还是不方便讲 不方便讲吧 是吧 我们的项目 我们工作室的项目 不要吻了 你看 不要吻了 不要吻了 我疼了 有很多 我疼了 哈哈哈哈 我疼了 感谢观看